Sick it like you know, baby, come on and dance with me Come on, I'm sick it like you know, baby, come on and dance with me 來到同居車友的環節,我今天的嘉賓就是我身後面的電單車的車主 就是影片頻道創作人,亦是一個電單車導師就是輝sir Hello,輝sir Hello,大家好,我是輝sir,Hello,Kelman,你好 當然要先問輝sir,有甚麼驅使你這麼喜歡電單車 其實就是因為我小時候,我爸爸駕駛了一輛烈火戰車回來家 當時看到那次已經很興奮、很開心 叫爸爸讓我坐一輪,走一條直路 當時的回憶也很深刻 直至我長大後,我18歲便去考電單車 二十多歲便去日本讀書,讀日文 又很巧合適了一些玩電單車的朋友 接觸了不同的電單車文化 例如一些步手族、玩古著 或者一些激改的二手車等等 所以令我穿著電單車便有種文化 很多人的教車都是純粹跟在學神後面 但你是會拍片去講解一些教車的資訊 足足漏了三件事 沒有戴頭盔帶 沒有開車又戴燈 還要沒有氣質價 考試開車前準備不足 未開球你就肥腦了 如何由一個人創立到現在有整個團隊呢 我的頻道大約玩了五年左右 最初都是自己教一下車 越做越久便有很多不同的學生 即是我們現在的同事 幫我思考很多不同的事 如何去幫助不同的同學 不同的人 因為我自己覺得在香港的考試制度也好 或者是一些學車的人的習慣 他們經常都會覺得 我的學車就是為了考試 但我們考試為了甚麼呢 將來出馬路爽歪歪 最開心 當然要學會如何在馬路生存 這才是最重要 所以我會在影片中說很多不同 未必要在車上才能學到的東西 例如一些防衛駕駛心態 一些未洗操作 讓大家實際上課時 不是可以用最少的時間 學到最多的東西 成本效益 在這個圈子 又或是在教車生涯裡 認識到一班朋友 即是以車會友的感覺 絕對是 會經常跟我的學生 或是我駕駛電單車的朋友 一起生活 最基本簡單 出車這些 入車就少不免 甚至我們會去日本 一起駕駛電單車 又或是會跟不同的同學 去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 旅遊 見識 慢慢擴大版圖 去到世界各地 去體驗不同的電單車文化 對 在這裏 輝瑞都可以提醒一下 無論是剛剛學到車 又或是考到車牌 甚至是準備去考電單車車牌的朋友 有甚麼要注意呢 我們有甚麼要時刻刻提醒自己呢 提醒自己的 我經常說的是 如果駕駛技術和駕駛心態 只是這兩個二選一的話 一定是駕駛心態 如果駕駛心態不好的話 我給你一個坦克車 你也會飛到街上 心態 但技術 如果我有一個良好的駕駛習慣 去因應路面的情況 學會如何避開問題 絕對不要等到我有問題才來解決 你在馬路上會安全很多 對 心態決定境界 境界是安全的境界 沒錯 沒錯 當然了 今天輝sir駕駛了一輛你的外驅 可否介紹一下為何會喜歡這種巡航車呢 它有哈里巡航的味道 亦有日本風格的不律顏色和車架 所以我特別喜歡它 這輛是CVO特別版 例如平時看到這些細細細 會特別不同了 對 而且我看到它的風格是出來了 對 跟我們平時駕駛的電單車不一樣 平時的風格是在車的土底 所以它便出來了 我感覺就更有型格 對 今天謝謝輝sir 謝謝 謝謝